大家好 我是张彬彬 在《三分野》中饰演许愿石 许愿石的这个人设我很喜欢 我们当时设定这个人物 就是一个摩羯座 它就要腹黑 你怎么还放手啊 我意思 很会损人 诺贝尔应该设个马屁架 问主这拍马屁的功夫 诺贝尔得亲自给你搬家 但他的这种损其实是爱的 他确实是比较皮 最硬心软 最嘴上说着不帮你 别浪费时间了 没兴趣 我帮不了你 这里不适合你 出去吧 但其实帮你的事全干了 终对大家加班 我知道你肯定行 下班别照须走 带你去个地方 要嘴硬什么 打游戏的那小戏吧 许愿石 前面掉包了 那个女孩就很喜欢许愿石 就一直挤堆向远 不好意思啊 我刚刚没看到向远在我前面 她立场很明确 不想让这个误会产生 所以许愿石就在游戏里 把另外一个女孩干掉了 对不起 失误了 你 这孩子就是前妻的时候挺颠沛流离的生活 你明天就办转学 我们晚上就走 被人讨债 然后每天可能就是住一个地方 你住不了多久 就要换地方 因为讨债的人很多 半身漂泊 鱼打归舟 她身上有一些很坚韧的东西 她身上有一些很坚韧的东西 也始终相信 幸福和苦难 亦非成呆 咱们张冰冰有一点特别符合我们男主 就是她的眼神充满了深情 你拒绝我是对的 他们俩怎么拖着也没什么意思 挑不然就这么算了吧 但是每次看到你看着我的眼神 我就很不甘心 我认为我能给你幸福 我能吗 她就真的是一个很文字彬彬的人 她每天到了现场都会非常详细地 在跟我再确认说每个部分的细节嘛 然后就这样就看自己 然后其他就看大屏幕 她倒是蛮照顾女孩子的 她个子也高 然后她又蛮壮 有的时候她是还蛮照顾女孩子的 她不是一般的喜欢听歌和唱歌 就差没开演唱会 对 现场永远找不到无线耳机在她 因为就很小 她随手拍了就插兜里了 所以开机到现在 她起码买过了三到四部耳机了 帅 帅 站着就帅 她喜欢大家说她帅 膝盖帅一些 其实膝盖是帅 膝盖可以 可以 开心快乐 就帅她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客串一下 你能不能拿两份工资啊 我觉得大家双处的模式都非常好 因为我们生活中就是 许愿是个高冷 还是一个比较欢快的一个气氛 那包括跟弟弟也是的 又是弟弟又是孩子一样去看待去成立 就在现场经常跟她玩 快速地增进感情 弟弟也是一个挺棒的演员 这个演员应该也给了冰冰许多东西 记忆比较深刻的一场戏 可能就是许成立 跟我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的爸爸突然又要把许成立给叫走了 离别的这场戏吧 我觉得比较深刻 哥 我想跟着你 我不想走 我看着他要走了 我心里面会觉得 像孩子一样的弟弟 怎么就突然就走了呢 那一刻你会很相亲 爸 你是不是记得我走了 你就少个累赘 成立 是上天给我最好的礼物 你从来都不是累赘 是上天的 如果你想爱情和事业双丰收的话 记得来看三分眼 这里面不仅有你比较好磕的 爱情甜甜的戏份 也有会让你勇往之前的这种动力 希望你一定要来看 人生哪有什么对错 心智生命的尽头 那些所曾受过的苦难 挫折 都成了不堪一折的封建 我们用尽了权力 也许只是 度过了平凡的一生 不过就是他恰好的年纪 爱上了一个人 想从他百年同亲 死后通关 永不分离 理想三分眼 与你万万天 在哪儿 看来本来只想 推下房间了 后来想了一下 房间不保险 再把它往运规 嗯 好 就在你里面说的嘛 你常人倒是手 手奔手奔家里 是什么事 常人手奔手奔家里 常人手奔家里 常人手奔家里 就把他扯下来 看得好多 这么踢一下 踢一下 把这个队弄 你把他扯法弄坏了 对 你就这样 你扑就行了 对 什么扑都行 然后我自己挑这一挑 嗯 先让他讲话 对 说完话 别伤心 头发要真改装了 我跟你说 对不起 不是说你吃作药了吗 你吃作药了 不是说你 你吃作药了 知道了 我帮他演一遍 你不是喜欢阳光开朗 幽默的话 你应该能不能演 每次他给我找个相片 没想到我就说我喜欢 和他相反的类型 冷酷 阴郁 沉默 很重 冷酷 阴郁 沉默 啊 我也不敢死啊 好酷 我没有 好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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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酷 散情 好酷 好酷 你怎麼給自己亂炸本系 不是這樣喔 不是這樣的喔